歡迎收看本週的KISS一把照之 華語發燒吧 妳確定大家這樣子認得妳是誰嗎 應該可以吧 就是大家都認誰之就這樣嗎 要不然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我就怕大家會完全說 在那個面具後面看不知道是誰 我是Peggy 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本週的KISS一把照 為什麼我們要裝扮成這樣子 因為下禮拜就是萬聖節 這麼開心 萬聖節 終於要來了耶 對啊 而且妳知道為什麼就是 要穿戴成這樣有耶有耶嗎 因為萬聖節就是要Cosplay 對 而且其實呢 真正的萬聖節就是在國外啊 他們就是會把自己家裡面應該 就是家裡面有的東西啊 比如說可能就是隔熱手套啊 然後可能就是一個假耳朵啊 或一個面具這樣戴著就出去 然後晚上的時候就愛家愛戶的去 要什麼呢 糖果 然後就會輸入Tricko Tree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to eat 啊 糖果掉了 真的嗎 對 好啦 我覺得這一盤可以從Halloween有沒有 吃到過年 過年後都還可以吃 對 所以我覺得 妳不知道為什麼就每個節日 好像都會跟糖果有關耶 因為吃糖果讓人家變得很開心啊 喔 是這樣子嗎 對啊 所以那除了就是糖果之外 妳好像還帶一個水果來 就是橘子 其實我是想跟大家說 因為我沒有辦法去買到南瓜 沒有南瓜 沒有南瓜 撥開以後妳 妳知道妳沒有黃春春的就很像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馬上來撥 真的嗎 現在要撥橘子對不對 真的 待會兒就可以吃了 而且我跟你講我現在只有兩個洞 所以我就沒辦法看 好 我幫妳調整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我還是先把它拿起來 好 OK 哇 這樣子漂亮很多 有沒有 有沒有 就很多了 真的 自以為 好啦 我跟大家講一下其實就像在國外啊 他們就是真的就是挨家挨戶的去藥糖果之外 他們還會扮成鬼 然後其實這個有一個習俗就是 他們想要把那一些不好的東西下手 下手 對 就像那個我們的什麼節一樣 過年嗎 不是 那是年壽吧 喔 是 喔 放皮包是 對 那要不然是像什麼節一樣 就是其實很像台灣的農曆七月啦 那他們對他們來說可能只有一天 那對我們來說就是可能就是整整一個月這樣子 喔 他們就把整個月都是變成就是一個 就是有一點上來跟他交朋友的感覺嗎 那為什麼要拿糖果 好 我們到時候查了之後再跟大家講好不好 對 還是說有一點字的話 趕快上來這裡跟我們留言一下 好啦 今天除了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萬政節最硬的一些裝扮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些好的專輯 本週新進榜的我們的 這是華語排行榜新進榜的歌曲 好忙喔 播取子 播到忘記拿專輯了喔 對 對 對 先由Peggy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本週新進榜 今天這首歌是來到第十三名的 這是一個電影原聲帶 沒錯 這首歌真的一定要好好來推薦給大家 應該都只能用專輯 對 只要你有看過電影的話 相信大家都一定有看過對不對 金棒 還有囉 對 還有切菜有沒有 對 她是台灣版的Single lady 那個比Yoncay 比Yoncay台灣版的壁洋師 沒錯 假名 我想這張專輯呢就是我們的 《棕破3A電影原生代》 終於推出了 而且大家就期待已久了 裡面其實收錄了還蠻多首歌曲 總共有31首 只要你看過這部電影的話 其實很多的歌曲都收錄在裡面 那當然比較眾所皆知 耳熟能響的就是我們的 《雞馬無翁》還有《三八阿花吹喇叭》 對 而且其實你可以仔細看 它裡面專輯的設計 都是吃的 對 而且它其實封面啊 很像那種就是台中的那個 彩虹 對 彩虹眷村那種感覺 然後其實它用燙晶體 就有那種咖啥在拌倒有沒有 因為在上面看到就是比如說 喜羊羊的感覺 什麼聯姻有沒有 上面就是用燙晶體那種感覺 而且裡面又好吃的感覺 這是那個滴吧 菜單有沒有 然後還有什麼偶像要你 我想要你都會在裡面聽得到看得到啦 對啊 這是他們的專輯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而且是一張可以讓你覺得 非常開心可以放鬆 又可以回味一下這個電影內容的一張專輯喔 嗯 我還沒去看 真的喔 太下檔了 下檔了 你可以搞不好二輪片還有可以看得到 好 接下來呢 佩奇要在 喔 這個是由我來介紹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專輯 它呢已經進入歌坦 華語歌坦將近15年的時間了 最近發現它的新專輯 這個有點黑喔 為大家打開一下 那我幫你拿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好 這個叫做我看見的世界 它叫做周慧 周慧好久不見囉 真的 而且呢 大家就覺得說 哇 這一次回來之後 人變漂亮了以外 超漂亮的 而且呢 它的歌聲跟它的作品 跟以前有一點點不一樣了 多一點成熟的感覺了 可能是就是 沉寂了很久 對 而且 想說給大家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其實它的音樂的作品的歷練 也到了一段的時間 所以當它在唱歌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欸 它要唱的已經不是那種 以前小女生對愛情的期待的感覺了 他想要把它看見的世界 藉由這一張專輯呢 介紹給大家 所以專輯名稱叫做 我看見的世界 而且它的首播主打 我看見的世界同名專曲啊 也是找到了這個 姚若榮老師來幫他一起 就是當初寫那個 約定那一首歌曲的老師 一起跨到幫他製作的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厲害喔 這張專輯要推薦給大家 本週來到了第幾名 成熟的味道 來到了第十名 第十名週會的 我看見的世界 好 接下來很忙碌的換妳 好 接下來呢 這個更久了 真的 說到了十 它更久 它真的是十年 真的 十年不見 它是我們的孔令旗 是 而且它也變帥了 真的 身材變好了 我覺得它跟我一開始看到的 它好像 是差很多 以前會有那種 這樣講會不會太過分 A B C 那種就是比較 比較 不拘泥的那種感覺啦 對 就不拘小姐那種感覺 感覺到現在有比較成熟一點點了 然後這張專輯也是它等了十年之後 再次推出 叫做是 懸浮記憶 其實它給大家一種就是 有點現實又有點 怎麼講 虛擬的感覺嗎 對 虛擬跟現實的那種感覺 其實它提到了很多回憶 也提到了一些這十年間 它可能 過程當中有做哪些事情 希望透過這張專輯來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還要推薦給大家它的這個 比較屬於快歌的部分 它要做是 欸 老派的練習對不對 沒錯 這首歌呢 其實它裡面的編舞啊 是由賈斯汀的那個專屬 御用 御用舞的舞蹈老師幫他編舞的 而且我跟你說 其實如果大家仔細聽的話 這首歌的前奏 一開始 跟 今晚的前奏 有一點像 就是有一點點像 喔 這是比較old school的這種感覺 而且它就是走的比較像 80年代那種 蜂蜂蜂的感覺 嗯 有它就是要走那種就是比較爵士藍調 那種就是比較 復古的 80搖滾的 味道 所以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這一張專輯 而且呢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MV MV非常精彩喔 大家都沒有看過 孔令旗跳舞對不對 我也沒看過 對啊 其實我剛剛有頭髮去看 而且你有沒有想到說 原來就是 那個孔老夫子的後代 竟然能夠就是 做專輯 然後今天就在跳舞 唱歌跳舞 非常厲害 作詞作曲之外還是可以 就是有不同的呈現方式 所以也是把另外一種就是 文學的美 就是用音樂的方式介紹給大家 所以也是蠻不錯的齁 好 接下來講到美呢 要講到這一位 絕對是 絕無只有的美 天后降臨了 天后降臨了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蔡依林 耶 好 本週來到了第一名喔 就是 就是 Jolene 蔡依林的 《世界巡迴演唱會台北安口長的Live DVD》 DVD 我覺得這張專輯的名稱夠長 你知道現在很多 很多歌手在發專輯的時候 她專輯名稱都會很長 但是呢 一定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她這張專輯整張的DVD喔 就是每一個場景的變換 然後包括說她整個出場那種氣勢 把Jolene的那個天后的架勢都烘抬起來 而且她在裡面的鋼管秀不誇張 一刀未剪 就是讓你完整的看到Jolene的感覺 天啊 我覺得那個真的超強 而且那一天就是上禮拜 天唱會 對 我剛好跟那個小兵去台南的天唱會 然後看到她現場在唱歌那感覺 就知道說 為什麼Jolene會這麼猛 天后降臨 因為她一點架子都沒有 除此之外呢 她現場真的是拿手麥喔 是拿手麥然後邊唱邊跳 一點喘氣的感覺 都沒有 而且更好玩的是 她最近的簽唱會啊 都會帶她家的狗兒子 嗚呼 對 嗚呼呢就是 就是負責在旁邊代替她 跟歌迷拍照 然後Jolene就在旁邊簽名這樣 就非常好玩啦 然後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她這張專輯裡面還有加入了 就除了說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詳 包括說快歌慢歌啊 而且收錄了就是四家國際唱片 國際唱片公司的音樂 包含在裡面 就是把那版權拿回來 再重新放在裡面之外呢 還有一首新歌 就叫做旅程 那這首歌曲呢 也是搭配了這個 施華洛斯奇的 時尚音樂之旅的主題曲 對 最近有在那個電視唱場 對 而且呢 非常洗腦的曲 大家可以去聽一下囉 所以這張專輯絕對也是可以滿足你 對Jolene的視覺享受的 非常好的一張歌曲 我推給大家啦 是的 所以呢 如果你在家裡 你也想要把自己的手 拗成這樣子的話 歡迎喔 試試看 但是萬一受傷的話 不要來找我 我覺得如果說你沒有到 就是現場去看的話 一定要來看這張專輯 真的非常非常有一個電力大劇 對啊 因為我覺得光我只是 我那天很可惜 沒有去看他演唱會啊 不然我覺得 如果真的有機會的話 他萬一再開一場 然後是在台灣的話 我一定有機會會去看音樂 因為像上次 我們家人去看的時候 就說你真的太感人了 沒想到就是 他可以就是這麼的努力 看到他的努力 可是你在現場就會被他 就是他音樂跟他的努力所感動 所以也有人稱他是 台灣版的凱莉日落 真的 好啦 就推薦以上的四張專輯 推薦給大家 也是本週進榜的歌曲 要推薦給你囉 所以我們之後呢 一把照再推薦更多的 好玩的裝扮給大家啦 好 我是史考特 我是Peggy 我們下次的Kiss一把照再見囉 拜拜 萬聖節快樂